长江绝壁金线神秘山洞 据传八人消失之时 强力无处保障 今天我们要去的洞穴 就是八人曾经神秘消失的洞穴 八人在被秦朝灭了以后 最后一只八人携带老幼 逃入洞中神秘消失 八人藏宝的故事也流传后至 还有一种传说 就是西汉公生树兵败奎门 将大量的房金珠宝藏于洞内 房金洞因此得名 东口位于奎门南侧的白岩山的绝壁上 也就是现在十元人民币 土岸上的那片悬崖 其上七十余米的悬崖 其下是两百多米的长江水面 房金洞的东口位于崖壁的凹陷处 要想进入齿洞 必须借助现代SRT单神技术 神将六十余米 再横切二十余米 整个过程对探险人员的技术 和胆势也是一个考验 那么众所纷纭的房金洞内 到底是何模样 冰水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拍摄不易 感谢你们的点赞支持 在航拍的时候发现 东口它是在一个整块岩壁的中间 再根据那个航拍资料 去寻找合适的神将点 穿过这片竹林 下面就是正式的孤入雪崖 再直播新提示 SRT单神技术存在工县 非专业请不要模仿 从我们的原始锚点 经过一个十米的神将 我们现在正式就步入了这个悬崖边上 从这边下去随时距离大概在三百米 因为东口在离这个崖壁中间的七十米 下面就是长江 从上面压背记是一个四十米的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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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后就是一个万丈绝壁 像这样的悬崖洞的探索 对探险队员的胆势和体力 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我身后的游船 这边过去就是这个洞口了 现在这段红切大概在20米 就进入了洞口了 放到这个点以后就开始横切 这边就是洞口 在这里明天看到 有人为堆砌的石头 这个下去好高啊 现在我当然是做好安全保护的 看这里 牛尾下降器 还有这个短牛尾 三个保护点 我们从那个三角上 一路红切 差不多五米左右 现在我这个位置呢 终于可以站着脚 说老实话 这一路真的是心惊胆战 这个是不允许翻斑点错误的 这个底下 还差两米远 在绳线下就遇到洞里了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探险队 留下的扁带 这个扁带还是打结队那种 这个也是他们留下的挂片 看一下这个洞口 我们就是从那个从那个点开始 省卸过来的 这一路挂了前头绳子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堆就是我们航拍的时候 发现的那个金字塔 这一块是个骨头 头哥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骨头 内骨 这是一根内骨 不知道是什么的内骨 这个好长时间了 这个 然后在这里呢 很多都是中的木板 在里面我们发现几个平台 这里有一个平台 在那后面有个平台 这里面有一个平台 在洞的深处 据说白骨内内 这个木板确实有好多年了 都开始那个风化粉掉了 那个掉粉末了 这个也是一块 这块 这个凹处明显是人工开招过的 这块年代更久 那种你的镜头搞定了 这块 这些地方明显的是人工开招过的 那么你们说那个洞里面 到底有没有棺材 保障肯定是没有了 我们不是第一批进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是第几批进来的人了 也就是进来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黄金洞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 记录一下我们探索的全部过程 这里就是第一个平台 这块是进洞的第一个平台 我们在这里 发现了好多的稻草 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个人修睡觉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发现那个央视 央视进来 看守这个东西留下这个笔记本 我们现在还是把它原后原样的放在这里 再放个石头压 别把风吹走了 这个是什么羽毛 应该是老鹰的羽毛 这边也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比较大 大家看这里有个野生朋友 这块 比较大 大家看这里有个野生朋友 这块 这块比较大 可能 也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也许是一个发东西的地方 这个上面就是水溶石石头压 特有的景观 这里面现在是蝙蝠的潮汐 你发现了什么 超哥 这个石花 这个石花像珊瑚一样 还有其他颜色呢 哇 这里有很漂亮的石花 上面还有紫色的呢 上面还有一层紫色 这边过来以后 这边还是一个小的洞道 一个地方 原来这里有个石 像这些地方明显是被人为绝境过的 可能是当时的人 为了把这个东西的容积 拖得更大一点 他们在特意在这里 挖了一下子 差也没有在里面 太小了 好 到处都是通的 就像人体的谷歌组织一样 太奇怪了 这里 这块墙上我们发现的敌发 这个好像是一个鲜货吧 这么长的脖子 这个头没发现 这屁股 这边是个啥 这边好像是个鸟 雄鹰 雄鹰的嘴 这边 画了一个马 这是一个马 这边呢 这画的一个人 牵到一个马 这是头驴吧 这个应该是头驴 耳朵这么长 这是一个人 明显的是一个古人 你看看 还穿的 这个好像是像个裙子一样 他的装束比较怪异 这个发真像古人画的 你要说是小孩子的恶作剧的话 他伤不来这么高 这上面这块 整块墙壁上好像都有 上面这个文字写的就是起形过状的 不认识 这个笔发旁边一个小平台 他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会不会是穿上中的 放棺材的位置 这后面 这边还有 这边也是一头驴子看的 这上面是个什么 是个人吗 这一块 相当的那种奇特 看样子这些人都只飞发驴 这边也是个驴子头 这边的总体面积就这么大 三个石头平台 这边还有个地方 上去看一下 好多的骨头 看这个骨头 但年轻真的有些时日了 这是我们在洞穴里面探索发现的 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倡导 看这个骨头又好长 这个应该是古人的骨头 哇 这上面还有呢 这一根也是 这里面的空间并不大 可能就在八九十公分宽吧 也许这里就是以前传说房棺材的地方 但是这个棺材板尖的 这里有一小块木头 我发现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放棺材的地方 每个角落基本上都探索完毕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 传说中的宝藏 还有那个 棺材 据说最后一只八人不落在这个地方神秘消失的 这个到目前为止 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 但是事实证明这里面确实有人居住过 既然有人类学居过 他们又是怎么上来的呢 如今我们利用千代装备都飞了九牛二夫之一才进入洞穴 古人能到达这里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堆大石头下面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一个竹子 这个就是在我们四川特有的 我们叫石竹子 会把这个竹皮扭成一个绳 当成绳索用 在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 这个算在石上面 它会不会是以前的一个 绳套绳索的地方的 从这里下去 这边的 这个沿城 有一些小台阶 虽然很陡峭 但是 它是在以前徒手的话 胆子大的话可以上来的 据我推测 以前的人可能是就从这个地方上来的 冒岩的形状 它从顶上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面是一个 副角度 看这个洞口 在岩壁地凹进去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视频里 看见这个金字塔一样的石头堆 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绳索 当作配重 把它压住它 八族人的故事 以随着遥遥的岁月 慢慢淹没在历史的残后中 自从黄金洞有了宝藏的传说 众多探险者蜂拥而至 1958年 一位柴妖人进入山洞 看见洞穴里满是棺材 捡了一把休息斑斑的青铜器 和几样同样破解的铜器 随后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 1994年开始 先后有英国法国 阿尔兰等国分别派遣的专家 以我国组成联合探险队 对黄金洞进行探测 由于此动第四国有险峻 几次探索都无功二返 1996年 由中国英国联合派出专家 成功进去过一趟 但由于当时信息条件有限 人们并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2017年由中央电视台发起的一次 大型探险可考活动 我们在东里所见的笔记本 就是他们所留 铁打的黄金洞 流水的探栋客 黄金洞的原始面貌到底何样 也许会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那么本期探索黄金洞的视频 到此拍摄结束 感谢你们的点赞支持 我是寻触父爱宝国 关注我 带你领略更多地下迷景 解密更多奇闻意思 关注我